為什麼你不能忍受一顆小石頭在鞋子裡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經驗 當鞋子裡面有一顆石頭的時候呢 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你如果不去處理它的話呢 你會越來越痛 那你不去處理它呢 這個石頭的感覺也不會消失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皮膚表層呢我們曾經說過 除了觸覺與冷熱受氣之外呢 還有痛絕受氣 痛絕受氣呢是一個很特別的受氣 它是一個很難適應刺激的一種受氣 那痛絕呢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感受 所以呢我們在研究痛絕的人 我們通常會用一個比較專門的名詞 來稱呼這些痛絕受氣 我們稱為Nocicceptor Nocicceptor呢就是我們一般在人類或動物身上呢 所指稱的這個負責疼痛感覺的感受氣 稱為痛絕受氣 皮膚表層的痛絕受氣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種類 因為會產生疼痛的感覺 的來源也非常的多 除了我們之前曾經講過的冷絕 熱絕之外呢 當然化學的一些刺激 或者是機械的刺激呢 也會產生疼痛的感覺 在熱絕跟冷絕部分呢 當然是我們前面講過 Trip V1 Trip V2 冷絕部分呢 Trip MA Trip A1等等這些 所謂冷熱絕受氣呢 會提供我們大腦一些皮膚 皮膚 皮膚冷熱絕的這個疼痛的感受 但是呢 如果是碰到強酸 強鹼 這一些化學物質的話呢 也會刺激體表的這些所謂的化學受氣 或者是被錘子啊 被針啊 刺到等等的疼痛感覺 會影響到 比較高敏感度的一些機械受氣呢 它也會產生疼痛的感覺 這些感覺呢 透過所謂的 這個神經呢 會傳導到這個脊髓 那這種脊髓呢 再往上傳 讓我們產生疼痛的感覺 那在脊髓這個地方呢 如果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呢 我們會產生一個叫做 Withdraw 就是所謂的反射動作 比如說你摸到燙的東西 熱的東西 或者是冷的東西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痛覺的來源 你會立刻的收手 或者是腳會離開 這種反射動作呢 其實是在spinal cold 在脊髓呢 就已經處理的一些動作跟行為 但是當然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你還是會覺得疼痛 那疼痛本身呢 是需要有體感覺皮質的這個 訊息的解讀呢 才知道這個疼痛的這個感覺 到底是如何 那我們知道呢 除了皮膚表層的這些 痛覺受氣之外呢 其實疼痛的來源呢 還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呢 我們的關節痛 我們的胃痛 這些疼痛呢 有時候呢 其實是來自於所謂的 發炎性疼痛 也就是當我們的身體組織呢 受到了一些 侵害或者是創傷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 會做出一些發炎性的反應 這些發炎性反應的一些因子 包含的histamine 就是組織胺啊 還有這個表中所列的各項不同的化學物質呢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這些疼痛的受氣 那它當然呢 也是透過脊髓呢 上傳到腦部 讓你感受到這些疼痛的來源 第三種呢 我們稱為神經性疼痛 因為疼痛本身是透過神經傳遞 如果神經纖維 神經細胞 神經系統 本身有問題的話呢 當然也會產生神經性的疼痛 這個我們稱為 neuropathic pain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說 痛覺受氣呢 它的反應呢 是很難適應的 而且呢 它也是持續的 我們看上圖呢 當你碰到了一個物體的時候呢 你會產生這個疼痛的感覺 如果你一直碰著它 不離開的時候呢 這個疼痛我們看到一根一根 就是所謂的動作電位 或者是神經反應呢 它是不會停的 所以它是持續的 而且不容易適應的一種反應 而且呢 看下圖呢 當你的這個刺激源 加強的時候 比如說溫度越來越高 或者是這個Tissure damage 就是你的這個 組織的傷害程度 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神經反應呢 只會越來越強 而不會越來越弱 它不會出現適應的現象 我們知道呢 這最大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痛覺 是提醒人類 或者是動物呢 有危險的來源 所以當有危險來源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去避開這個危險 而不是適應 所以痛覺受氣的反應 跟一般的感覺受氣 是非常不一樣的 它是持續 且不容易適應的 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的鞋子裡面 你有這個石頭 這石頭呢 不但是不移除 而且待了非常久的時間 它經過摩擦之後呢 甚至會造成皮膚的組織傷害 這種皮膚組織傷害呢 就會讓這個組織呢 產生發炎反應 發炎反應會釋放出 一大堆的這些化學因子 這些化學因子呢 會進一步的促進 這個神經呢 產生敏感化現象 也就是 不但的疼痛 是持續 而且呢 不適應 它還會呢 讓疼痛反應的更加的加強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產生更痛的感受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的問題 為什麼你不能忍受 一顆小石頭在鞋子裡呢 因為痛覺受氣的反應 是持續 且不容易適應的 甚至呢 它會產生敏感化的現象 因此若是不將石頭移除 不舒服的感受 永遠無法消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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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ですね Our劇場 CM 涼ính 絲 是 涼了 楽天